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展现了中国的国家 就在上海世博接待的参观人次 准备突破1970年大阪世博记录的时候 另一个对世界经济格局 影响更加深远的数字 静静地出现了 中国今年第二和第三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了日本 即是中国跃升成为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 仅次于美国 不过内地的学者不弱而同地提醒 衡量国富国康的人均GDP 中国仍然只是日本的十分之一 中国经济奇迹源自改革开放政策 标志改革排头兵的深圳 今年仍然来30岁生日 经济特区不仅应该继续办下去 而且应该办得更好 走刺全国的缩影 高速发展的深圳 由30年前的那条小鲜落 蜕变成现代大都市 但同时也都面对发展不平衡 贫富差距拉大 在10月举行的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 审议通过十二五规划建议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模式 坚持扩大内需战略 提高了居民的投入 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 不少内地的学者都认为 等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 是时候淡出 等全民共享经济成果 是中国持续发展之道 这份明年启动的十二五规划 不单止定落未来五年 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也都为往后中国改革方向定调 成为未来接班人的自国之路 五中全会之后 接班局势也都明朗化 习近平获通过出任 习近平军委会副主席 现任的国家领导人当中 不少已经担任职务两届 按传统两年之后 大部分将会退下来 外界估计57岁的习近平 成为掌管军队的第二号人物之后 将好有机会两年之后 接替胡锦福出任总书记 处于发展十字路口的中国 对未来领导层挑战重重 今年经济保持高速增长 几乎达到双位数 但是楼价高企不下 还让地方大大小小的政策陆续出台 打压楼市 但老百姓仍然抱怨楼价 跟他们的购买力脱节 左一个十条 右一个五条 但是这个房价就是压开 很多因素之后 难控的还有攀升的物价 CBI超出年初百分之深的目标 其中影响民生的食品价格 多个月来升幅更加达到双位数 中央在年底出手稳定物价 调整货币政策收紧银根 又推出针对低收入阶层的辅助政策 年中开始 各地政府纷纷调高最低工资水平 最低生家生活津贴等等 而随着中国在国际经济角色上升 贸易九分 人民币汇率 今年都成为了一球经济焦点之一 在内地 今年也是灾难频生的一年 这次例子很高兴 贸易九分之一 我一定会认识的 在北京分享 他不听 还是 我们应该认识的 在 再去母親 但人間全壞 我就說 阿父你先等一下 你堅持一下 我馬上救你了 我就這樣說的時候 他就說 孩子和老師救這個 出來了沒有 阿父哥 你放心 我們會好好學習 長大後像你一樣 幫助更多的人 我會堅強起來的 謝謝大家 我很放心 我要放心讓大家 為權意識增加 廣州話始終代表一個文化 你不能取消 廣州本身是自己文化獨特的特殊性 今年內地發生的社會事件 類型都不太相同 一百九五九 一百 三百 一百 毒奶粉受害兒童家長趙連海 尋釁滋事罪名成鴨 判監兩年半 他內外引起強烈反響 已經被捐了一年了 他要怎麼樣 在案件一審上訴期戒門之後 新華社出稿指趙連海認罪復法 司法機構正是受理他保外就醫的申請 假如說能夠儘快獲得自由 跟他的家人團聚 對他個人對他的家 對他來講也是一件好事 在年底 趙連海的個人網誌登出聲明 說他正保外就醫 由美ologist Polk 明年二月上訴被駁回 因為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被判拐十一年 正在服刑的劉曉波 獲得了今屆諾貝爾和平獎 小波不能和我们一起分享 所以比较悲哀吧 刘霞在锦州监狱 和刘晓波见面之后 在网上留言 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决定 传达了一个强烈的讯息 支持全世界所有那些 有时要做出很大的个人牺牲 为自由和人权而斗争的人们 这些价值观处于欧盟的核心 受予一个正在服刑的罪犯 这本身就是对中国司法制度的不尊重 作为一个罪犯 该做什么 不该做什么 这理应由司法机关来对 中文字出 trou 在普及当方向相关高 他没有做到他的事害,他必须去离开 我希望我会变尽最终基于中国的毁度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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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的选举当中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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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